数百名国民兵被拍到 在国会山庄内就地休息 躺成一片 大家全都口罩戴紧紧 有人躺在地上闭目养神 有人坐着眼神望向远方 这画面让美国媒体惊叹 前所未见 有情报显示 有人在全美号召举行武装示威 17号要再度攻入国会大厦 眼看总统当选人拜登 20号即将宣誓就职 有关当局绷紧神经 派出超过2万名国民兵进驻 这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军队首度进驻国会大厦 CNN更直说本次维安 堪比911恐攻之后 国会与白宫都有护栏阻隔 国民兵警察接力助手 白宫周围戒备森严 考量新冠疫情和维安 本次就职典礼 不对公众开放 只有获得入场券的贵宾 才能进入 恐怕和往年热闹盛况 形成强烈对比 副总统彭斯也亲自到场 和国民兵喊话 我们都在那天 6月的日子 和总统明显示 我们都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简报会表示 一定会确保拜登就职典礼 安全无余 记者叶利伟终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